新加坡被称为是博来的石油制程 它不产一滴云油 却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世界石油贸易枢纽和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 其毗邻的马六甲海峡 承拦了世界上超过25%的石油运输 不少企业纷纷来这片海域设置海上加油站 其中就包括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的ITG Amoy Run ITG Amoy Run取名厦门早期艺名Amoy 于2022年2月投入运营 这个海上扶舱有17个货舱 载重量超30万吨 相当于200万桶原油的装运量 是世界上处于运营状态的最大船型标准 投用至今ITG Amoy Run已经为全球航运和石油巨头 提供调合 中转 仓储及延伸加油服务超220万吨 总金额达14亿美元 在这片甲板之下就是扶舱存储油品的地方 燃料油混合的操作也发生在甲板下面 那扶舱的阀门打开之后呢 这些燃料油就会通过这些管道输送给客户的船舶 每小时呢 一根管道可以输送2500吨的燃料油 一艘美国公司运营的油船 缓缓靠拨ITG Amoy Run 计划尽快加注2万吨燃料油 就好像普通一辆车进来油站 就是加快快就走了 因为他们也是要赶着去别的地方供油 由于船舶发动机对燃料油的密度要求不同 ITG Amoy Run常常需要通过全货舱加温管线 和高功率空气搅拌器等设备 将燃料油按照一定比例混对调和 以满足不同需求 避免加注质量过剩的燃料油 为客户优化价格降低成本 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国贸股份设立国贸新加坡有限公司 油品就是其核心业务之一 2022年6月 ITG Amoy Run取得了燃料油 新加坡普世市场窗口交易的资格 它是目前参与新加坡普世市场 燃料油报价的九艘福世储油轮之一 这也是中国境内企业 首次站在世界级油品贸易的中心 参与船用燃料油定价 这一次是我们中国公司 要参与到国际市场全球定价 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现在很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 仓库的管理者和股东的主动邀请 我们国贸新加坡到当地去投资仓储设施 林玉凤每天都要通过电脑 紧盯普世市场燃料油交易动态 在国贸新加坡有限公司 像林玉凤这样的新加坡籍员工 共有32名占比91% 一撮ITG轮的定价影响力 我们提供供应链加金融的方案 帮助顾客应对市场波动 十年前国贸新加坡有限公司的 年度营业额为960万美元 2022年已跃升至49.54亿美元 业务除了油品外还覆盖了铁矿 钢材 化工品 煤炭 油色金属以及橡胶等领域 这些不仅得益于新加坡的区位优势 更得益于新加坡高效的 营商环境和金融服务 新加坡本身是东盟的一个贸易中心 也是一个金融中心 以新加坡为基础 然后能够辐射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下一步我觉得是我们跟国贸合作的 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吧 托克和国贸新加坡有限公司的合作 延伸到金属矿物等领域 在铁矿方面 国贸股份被公认为是 最大的贸易商之一 自2013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连续9年 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 另据商务部数据 中国对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投资中 有近三分之一 是先进入新加坡 再延伸至第三国家 只有走出去 才能看见更大的一个市场 而一带一路 也正是为中国企业的倡投 走向世界的一个大门 公司还将继续把 境内供应链 管理的经验和优势 复制到国际化的发展中去 加大与一带一路 共建国头部企业的合资合作 提升我们公司在 一带一路业务的市场占有力 助力构建 双循环的发展格局